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年就快到了 不少人趕著最近要回台灣 跟家人團圓過年 但有台商抱怨 說回到台灣住的集中檢疫所 居然品質就像監獄一樣 覺得很不滿意 當然也有一些少數的台商 就在群裡 或是在網路上XX的政府 說這個在外面打拚了那麼久 也為了台灣經濟 去創造了一些這個奇蹟 那回來還受到阻攔 不過有另外一名台商 在臉書發文附上多張照片 強調自己被照顧的無微不至 設備非常齊全 人住進集中檢疫所之後 什麼都不必帶 而且房間寬敞有陽光 除了正餐之外 還有零食跟點心 每天都有人關心 沒得像個度假的小別墅一樣 他還把照片 傳給外國的朋友看 台灣的集中檢疫所完善到 要讓國外朋友呢 一樣是被隔離檢疫的 他就羨慕的不得了 說這個全世界 沒有比台灣更好的 集中檢疫所了 有很多朋友想飛回來 被隔離都沒有機會 這些能夠飛回台灣的人們 請好好珍惜 別一直在抱怨 沒問題 是